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8月28日在北京开始与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们举行正式会谈 谋求在逆境中稳定和促进世界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商业关系 雷蒙多安排了与中国政府和工商界官员举行三天会谈 包括星期一与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大约两小时会晤 当天雷蒙多宣布他和中方同意建立新的工作组来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问题 每年举行两次会晤 首次会晤将于2024年初在美国举行 两国还同意启动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换 作为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误解的一个平台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最新调查发现 近5000名飞行员涉嫌伪造医疗记录以掩盖自身健康问题 而这些健康问题可能会危及他们的安全飞行能力 FAA发言人马修雷纳在声明中称 一直在调查约4800名飞行员 他们可能涉嫌伪造医疗记录 提交错误资料或虚假信息 当前约一半的案件已经结案 FAA已对约60名飞行员下达停飞令 接受检查的飞行员是退伍军人 一些退伍军人向美国联邦航空局淡化了健康状况 以保持飞行资格 同时也向退伍军人管理局夸大了健康状况的严重程度 以提高残疾津贴 知情人士透露 大约600名接受调查的飞行员拥有客运航空公司飞行执照 其余大多数人持有商业许可证 法庭记录显示 自2018年以来 至少10名飞行员应向美国联邦航空局撒谎 隐瞒退伍军人伤残福利和隐瞒健康史而受到起诉 其中两名飞行员在发生飞行事故后才被起诉 据悉 飞行员必须通过定期的健康检查 但这些检查往往不全面 负责监督检查的一名医生说 抑郁症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疾病无法在检查中被发现 8月28日 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一份法庭之有意见书 支持禁止判处家庭暴力限制令的个人拥有枪支的联邦法律 该意见书捍卫联邦政府制定安全枪支法律的能力 并补充说明加州长期在减少枪支暴力 保护受害者和幸存者以及拯救生命上所做的努力 最近 纽森提出一项修改美国宪法的提案 预期透过签署了一系列的枪支安全法律 使加州人能更容易对制造非法武器的厂商和将枪支引入社区的人士提起诉讼 允许对不负责任的枪支工业成员提起诉讼 加强禁止幽灵枪支以及限制对未成年人销售枪支 此外 纽森还启动一项为期18个月的宣传活动 以推广枪支暴力禁制令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预防暴力研究计划发现 2016年以来 加州的红旗法已有效阻止58起具威胁性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据纽约邮报报道 8月27日 美国纽约上百民众举行集会 抗议纽约政府处理移民危机不利 在曼哈顿上东区的集会上 一些人在纽约市市长亚当斯的官邸外大声喊道 长岛不要移民 我们付了很多财产税 一些反对移民的人举着牌子 警告说 未经审查的移民让我们处于危险中 现场还出现了20多名反抗议者 他们与抗议者爆发了冲突 双方大声尖叫 互相挥拳相向 中国外交部8月28日宣布 自8月30日起 附华人员无需进行入境前 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 这也意味着民众不需要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声明卡中 进行相应填报 此前 入境中国已不要求入境旅客登机前 进行核酸检测证明 只需要有48小时内 做的抗原检测的结果即可 对此 有分析认为 中国的最新举措 或是进一步促进 国际商务旅行与观光旅行 不页认为 不页认为 防御 阻住 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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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